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樂手槽的更新喔 如果你需要樂器的火力支援 也可以上樂手槽的YSOMART 我們就節目開始吧 曾經我活在你的生命 對任賢齊那麼有反感 也沒有到反感 只是覺得理解不能而已 這一切的開端就是因為我剛剛在唱過我十一世語 我小朋友到幼稚園都還會唱對面女孩看過 他就說他理解不能為什麼任賢齊當年那麼紅 就你要說也不是真的完全不能理解他當年為什麼紅 但同時又 自作人挑歌挑的好 他完全就是歌嘛 因為就是他的 你看對面女孩看過來就是非常的朗朗上口 後來大牛反而再重唱回去唱 這是他寫的嘛 他唱之後就反而那味道還沒有任賢齊 我覺得對那種感覺 可是你看他又很樸實 很直線 人家搞不好唱直線旁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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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覺得最不能接受是他竟然演過除流香 喔對這個就是那個你知道 那個之前一年前的台通還怎麼樣 他就說 欸你們知道嗎任賢齊演過就是神雕俠 因為我小時候那大概有國小一年級左右的時候 對楊過我知道楊過他有演他跟我們借臉 我借臉也很直在吐槽 最黑的黑龍啦黑龍你 下面都被拿出來吐槽啊 你知道他那個時候講完那個 你知道他也楊過殺小超想留言 你知道他演過除流香嗎 欸這我真的不知道他演過除流香 而且那個時候回來台灣的版本 配音不是他本身的聲音 最荒謬是這件事情 任賢齊有兩首很紅的歌 這兩年都被台灣樂團翻唱 喔一個是我是一隻魚被 Rolli Facer翻唱 我以為是Peace Cohen 乾淨的水裡有魚 你不要因為歌名很像好不好 因為有魚 你把帕帕帕團放哪裡 我是一 然後另外一個是再出發 那個米先生 不是外面的滴米先生 滴米先生現在坐在外面 好可憐喔 如果你聽得懂我來講什麼 你一定有在看靠北樂手 不過 好可憐喔 我覺得 這完全有點壞 可是你可以看我們流 我們讓他結束的時候 進來打一下歌好不好 好好 對啊他發變巡迴喔 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 米先生唱了那個 再出發 Cover版本 而且是合唱 我沒記住的話 他真的是算是 我們時代共同回憶 所以今天要聊的是 Cover Cover 有沒有什麼 好累喔 就是我們聽 其實聽歌聽很多 聽很久下來 就有些歌我們可能過了 二三十年發生 哇這首歌不是原唱 就我們聽的最有名的版本 不是原唱 是 其實有一次你知道 我們上一集的時候 有稍微討論過 就是我的票房魔咒 對 就是我買票就會出事 我有一年 就剛好被一個團躲過了 因為他們表演那天 剛好我也表演 那個團叫Placebo 應該是這樣念吧 Placebo Placebo 台灣翻譯叫百優姐 對 對 百優姐 對不起我只知道 中文對不起 百優姐 百優姐有一首歌 當年有在一個電影預告 我第一次聽到就 欸好震撼的 那首歌叫Running Up That Hill 對 但是那首歌 它是那個很慢 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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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然後就是Placebo 他們就是一種 那種憂鬱的氣質那些東西 然後就哇 這個預告 預告的音樂好讚喔 然後就去聽 然後我後來才接觸到 K-Bush原版的K-Bush 然後本來以為K-Bush比較不紅 因為至少在我們後面這個世代來說 就是百優姐明顯就是比較紅一點 結果沒想到去年 因為Stranger Things第四季 就K-Bush整個忽然就整個大翻 哇 就以前我也有一個很喜歡一個人 他是 就一個bass 就錄音 然後就等於說他自己打節奏 然後自己彈 然後再唱 就等於說一個 looper 就這樣把歌錄完 我很喜歡把這cover 我常常會搜尋來聽 就去年這個劇一播 這個cover 我都不知道翻到第幾頁才找得到 在YouTube上面 因為太多cover 就是 對去年整個cover爆炸 所以兩位有沒有什麼 你們聽過的歌 然後後來發現是cover的這種案例 其實 Wild World吧 Wild World Mr. Big 剛剛講到Mr. Big 對 Wild World原來是誰的歌 我忘了 我不知道 其實我有查 那是我爸跟我講 才知道原來是cover的 Kat Stevens 好 應該說有一些歌 我第一次聽就是cover 但是他們有很表明的說 喔這就是cover 啊 例如說我很喜歡的那個 Cold Chamber 他跟Ossie Osborne 有cover那個什麼 Shock the Monkey Shock the Monkey 對那我是Peter Gabriel 好 對 所以那個他們就表明說那是cover 對 像Korn有Wild Up Wild Up 我第一次聽也是Korn的版本 但這個他們也有說是cover 我開始接觸Metallica 是因為Korn 因為Korn他們在一場Metallica的致敬演唱會上面 唱了 要先聊那一場了嗎 那一場很刺激耶 對 那一場名單真的很刺激 他們彈One 然後就是很好玩 因為One我們知道他前面是慢的 就基本上clean tone 然後副歌 然後接下來要準備進尾咒的時候 開始雙大鼓 然後我說哇Korn的鼓手其實會鬆他 然後後面接下來應該要開始solo對不對 就Korn的時間 就Korn直接全部剪丟 他可能忘帶WaWa 那個錄音版好不好 Korn就在台下跟他借 他為什麼會放空胎喔 因為那一場Metallica其實像是 那場是被致敬的 他是超頂級VIP 對對對 就你們這些小的唱我的歌給我看 對 他們是王者 而且那一場我記得是那個 背首那個Robert 剛進去 差不多 就直接當神 就直接當神 就直接進去就成神 你知道Robert入團的時候 是有入團費的 就直接說好我們先給你多少定金 你加入我 哇 所以很看重的意思囉 對對對 他進去的時候是說 他我們會先給你多少錢 然後之後抽成怎麼算 演出費用怎麼算 聊那一場話要先聊縱使之地 還是聊你們印象深刻的 我印象深刻已經講完了 縱使之地什麼 我記得Sun41也有唱 喔Sun41也有 我記得有 Snoop Dog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Snoop Dog Snoop Dog超屌 Snoop Dog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說 那真的是Snoop Dog 有那麼可悲嗎 他是唱哪一首 Snoop Dog Snoop Dog 可是他是用Rap的 對 然後他們 就是很奇怪 所以大家都聽了說 幹那傻小 可是我覺得很酷欸 我覺得跟暴雪一樣 我覺得真的很酷 這是傻小 然後說幹你告訴我 這不是真的 可是這是真的 OK OK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 你憑摸著良心說 Snoop Dog 還是艾薇爾 艾薇爾 特寫他 數位放大特寫他 他現在臉有多掙扎 就幾種選擇 我還是選Snoop Dog 好 艾薇爾那一首 那個時候 他唱Fu GimmeFu GimmeFu 可是他好歹是搖滾樂團 而且那個時候是艾薇爾正在起飛的時候 最紅的時候 對他第一張發完 差不多才是那個時候 所以他沒有出現有點怪 畢竟雙胞聽完都來了 還是我們就是因為那一場之後才 有可能 反正都離婚了 忽然誤到了 忽然誤到了 都離婚了OK啦 可是那時候他第一任是Niko Back 對 第一任第二任 第三任 他有三任套 Niko Back應該是最後的吧 如果講到Niko Back的話 我必須很老實的講 Niko Back主唱 Niko Back這個團 唱Sabatru 是我聽過最猛的版本 比Metallica還猛 他整個現場可以做出很強的重量感 而且你就像主唱 其實真的唱歌的時候聲音是很粗狂的 其實Chair Kruger的聲線是不錯的 只是他的創作方式有一些問題 就 然後他們是史上最被討厭的樂團 對 但一方面我覺得 好 因為這個國外其實都有解析過 嗯 就說老實說他們有點不明白 為什麼要討厭Niko Back 那有些人是說 我覺得他們就只是找一個目標 為了討厭而討厭 因為聽說他是 如果他可以就被讓當集中目標的話 當年我們Emo仔怎麼活下來 怎麼會被霸凌 因為聽說他是在家聽一個下午收音機 然後就是他要聽所有流行音樂的元素 現在流行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把歌寫出來 他就是為了 為了紅而寫出 對 有這樣的想法 對 可是我 但我自己知道Niko Back 讓人不爽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同鄉 所以我們會聽到一些故事 可以講嗎 可以吧 反正他聽不懂中文OK吧 對 無所謂吧 因為他有開自己唱片公司 叫60 就是604 Records 604就是溫哥華的區 那所以他有簽一些樂團 那我朋友就是當中的其中一個樂團 那所以作為唱片公司的老闆 跟其他樂團 所以就是 有bug 對 然後他就直接說 你們這團要出道 把他踢掉 哇 對 就把我朋友踢掉 哇 所以 所以 不是不是不是老外 差點沒有racist 沒辦法被原諒的 對啊 所以就是 的確 他身邊的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原因 而不爽他們 對 可是如果是純音樂來講的話 可能就像我說 國外有些 影片就說 只是為了討 就是找一個目標 為了討厭人家討厭 有沒有 大家都說討厭這個樂團 嗯 就是可以 團結吧 他被討厭是一個迷因 就是他已經被討厭的迷因化了 對 然後說你討厭他什麼 我不知道就是討厭 你剛剛有感覺到我在叛高峰 哈哈哈哈哈哈 之前 就是 有說 知道Foo Fighters 就邀請來了架馬 然後大家有集資 結果那好像是英國開始吧 就開始有那種 哪個城市 然後大家集資請Foo Fighters 可是同時有發生 大家集資請Nicobag不要來 哈哈哈哈 對 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 我覺得好慘 不過Nicobag的歌 嚴格來講也不差 可是就是他在 對 可是他在當年的重金屬唱片 就是像文書 Roadrunner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美國當時最大的 重金屬唱片公司 是 對什麼 他旗下那時候超多大團 對 你知道Nicobag在裡面 就格格不入 我們在開始聊之前 其實最早就 就有聊到Cover這件事情 像我們有一個 很喜歡的團 也沒有沒有 大家都沒有真的喜歡他們 Alien and Fun 你說那個 他翻唱Michael Jackson 對 那個應該 嚴格來說被第一印 成那個 One Hit Wonder 對 對 就是他只有一首歌 這首歌 這首歌還不是他們 他們原唱 對 那好 老實說我第一次聽Smooth Criminal 也是因為Alien and Fun 我也是 因為我沒有要做 你要做 那個時候 那個銀鑫的時候 臨時湊了一團 然後 想說你唱 好 我很難想要你唱Michael Jackson的歌 我覺得很難 你會唱 嘻嘻嘻嘻 你可以試試看嗎 不會啊 可是Alien and Fun的版本 我記得沒有那樣子 他沒有那樣子 他也沒有那樣子 也都沒有嗎 我記得有 我不多啦 就算有也不多 因為後來有些太奇怪的聲音 我做不出來 最後 他那個版本沒有 對他那個版本沒有 對他那個版本就是比較搖滾 然後 然後我唱比較兇 我是唱比較兇 對他其實那個cover的版本 真的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好聽 那個 那個還是要唱 那個好難喔 因為我假音沒辦法 還沒辦法那麼有力 尤其那個時候才大二吧 大二 那時候還沒有當主唱 那時候吼槍還沒練習 吼槍還沒練習 吼槍還沒練習 吼槍剛練習 就是很多東西還都還在練習的階段 就呼吸也還在調啊什麼的 所以熊你以前就cover過蠻多歌的嘛 因為你在社團待很久 有那麼噁心嗎 你自己唱過覺得跟你個性差最多的歌是什麼 就是跟你的歌入 敢槍辣胡椒啊 真的嗎 我那時候唱什麼 那首都什麼 我學生樂團我第一個學生團 我們第一次表演 就是cover Red Hot Cheap Peppers 是哪一首歌 Other Side Other Side Other Side其實不容易耶 我那時候唱 我那時候唱Californication 為什麼我那時候沒有coverCalifornication 是被學長團cover走了 被搶走了 被搶走了 可是我那一次做那首歌是因為 我要畢業了 快畢業之前組了一個cover團 然後反正沒事嘛 然後我唱 然後那一團主要是做Metalcore 然後因為我要畢業了 然後我就說 啊不然這次大家歌隨便開 然後 然後因為我們被手是學妹 學妹就是平常也不聽Metal 也不聽Metalcore 我把它分開囉 不要臭喔 然後 他說那我這次做什麼歌都可以嗎 然後大家開始亂開 我還是開Metalcore的歌 然後學妹就開Californication 然後我就唱 那首 我非常不習慣 因為他有點Rapper的感覺 我又不大聽嘻哈 Space may be it Fight the frontier But the bay on the Hollywood basement 我當然沒有念你有沒有清楚 我也是因為那一次我才發現 邊彈邊唱 有些人是天生就可以 因為那時候的Bass手其實是主唱 而且他也是剛學Bass 他就可以邊彈邊唱Out of the side 完全不行 Fleet的Bass 你要看邊彈邊唱 Bass 噁心自己台灣就有一個啦 是 Homoia Homo Gota那個Bass Homoia 他媽的邊點弦 然後邊打CM邊唱 我每次在台下看 蠻多樂團 就不要說現在網路世代 就以前唱片時代 其實有些團 就真的是因為一首Cover 結果這個團的整個名聲勢流起來 我可以想到一個這個ID 這個一個範例 那個 他Cover的歌叫 Somebody Let I Used To Know 你知道這首歌 我知道 原唱是這個叫什麼名字 Gottier 對 那就是那個Walk of the Earth 你知道嗎 五個人彈一把吉他 五個人彈一把吉他 他那個比較像是用影片把整個團的聲勢抄起來 然後這一團現在就很紅啊 我說實話真的蠻紅的 他還上Alan Show 應該說高鐵這首歌 因為他們彈了 結果大家又回去再去找 對對對 其實這首歌本來那時候就很紅 可是高鐵後來就沒有什麼 大家更知道的作品 這好像也是他最 那就是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One Hit Wonder 有一個那個我們都知道的歌 雖然那首歌 我原本就知道是Cover 但是的確有可能是 都紅啊都紅啊 Secret Bass Secret Bass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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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想到我會嗎 煩死了 死小孩 他超討厭女主角 可是那一部是 那一部是 超好看 除了我之外 就幾乎每個人看每個哭的 動畫 哭都跟老師哭 對然後那一首歌 那一部的 欸是ED吧 我換我OP的ED 對 反正主題曲 反正很重要那個 讓人家開始哭的一首歌 對 Skandle有cover過 Skandle有cover過 所以Skandle的版本也蠻紅的 對 Skandle的版本現在要找很難找 我有CDG 是實體的 我在大概2000年初那時候 有一個團 我就是因為聽他cover一首那個 Shout Tears for Fierce的Shout Taste of Fierce版本已經很有名了 是是是 結果那個版本是Disturb 是 我有先聽過原版 對 那個是可能小學的時候 對 那個應該是連ICRT都會播的歌 對 我們都聽過 小學可能國中的時候聽的 然後之後可能高中的時候 聽到Disturb的版本 對 那我也蠻喜歡的 嗯 因為那個時候OZ拉Disturb的時候說 他們是重金屬的未來 這樣的表情 因為Disturb在國外也是蠻被看不起的 喔真的假的 很多聽金屬的 就是有不是有那個Elitist有沒有 然後只要是很紅的 嗯 然後就會被大家共感 啊 有沒有 所以你看包括Sleep Now也是被罵 對對對 只要紅到一個程度 他們覺得說啊主流啦 sell out 有沒有 所以Disturb也是當年會被罵 就是說啊你聽Sleep Now 你一定不是真的金屬頭 啊對 所以就是 就是 仇富心態 類似 有點類似 就是當一個團變紅了就會 對 就是他變主流團了 類似這個樣子 對 所以就是你喔你只能聽不紅的團 沒有 可是你當你聽到他們唱 and the sound of silence hello darkness my office 那時候你就嗯 這個Disturb Disturb 其實當年他們自己的歌也紅 什麼down with the sickness 什麼都很紅 那時候一堆電影的連理連結的救世主的電影 都這樣down with the sickness 應該是吧 對 因為他那個 那個也很有 就是他很有個人特色 他的啊啊啊已經民音化了 可是 我覺得shout還沒有那麼大 但是他的Sound of Silence 就是 那有點現象 有超越 有超越Disturb的其他歌嗎 超越Simon & Garfunker 現在被人熟知的程度 Simon & Garfunker的版本 現在只有民音聽得到了 如果沒有這首歌的話 可能我當初不會去意識到說 欸有這樣一個樂團 我是先聽Disturb自己的歌 然後我因為喜歡 然後我去找他們專輯 結果發現專輯裡面有一首Shout 2000 對 然後就喔他沒有cover過欸 嗯 對那我也覺得喜歡這樣 對我Aliens 放遠是聽了他Snoot Criminal以後去買專輯 然後買回來以後只能聽那首歌 我吉他哥點不下去 啊那個啊 Lady Go的那個團叫什麼 Lady Go 他們那個也是整張專輯最屌的 就是他們改變Lady Go 而且那個 吊飾用的很好聽 沒有像你不會覺得說 像Lady Go這種比較Metalcore Hardcore Deathcore版本的版本 就是你不到副歌的主旋律出來 你根本聽不懂他唱什麼 不過他全面聽得出來吧 沒有那天我在公司放 然後老闆娘 結果我到副歌的時候 喔原來這首歌 我是說聽不出來吧 別不承認 欸那天我們查到 還有那個啊那個啊 我那天跟你講的那個 Vanina Sky Vanina Sky 一個義大利的旁客團 他最有名就是cover的Umbrella 喔對對對 雷哈娜的啊 不過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像是現在的團 就是因為某些個紅人 然後他們就去做了一個這樣的cover的感覺 欸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因為這主題喔 我還特別去查了哪些歌是cover的 所以我還是看到真的有一些蠻特別的欸 像第一個我覺得比較大家可能會驚訝的是 惠妮休斯頓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對對對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是翻唱喔 這首歌是翻唱 Shit 那是cover 這首的原唱是Dolly Parton 他是一個鄉村歌手 Shit 我還真不知道欸 對他是鄉村歌手 就他原來是鄉村歌曲 然後變成惠妮休斯頓把它唱到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惠妮休斯頓的歌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John Jett I love rock and roll 這首歌是翻唱的 對這首歌是Eros Eros翻唱的版本 對 你知道如果說到流行樂 還有一個也是我們很驚訝的 Torn Torn 啊對 那首歌也是我們 因為被他唱紅 對 紅到我們以為他都是原唱 對 他的原唱是什麼 Edna Swapp Edna Swapp Edna Swapp 就是他是一個 就他本來是樂團的歌 然後後來變成那種 就真的流行歌 因為這首歌我很喜歡 就是他最後收了 那個slide的音色 真的很棒 很簡單可是很有效 對 那個味道真的很棒 可是那首歌真的過了30年後 大家會發現說 蛤這首歌是cover的 就真的就是當初那個團 就完全沒講話 反正如果你想要聽那種 奇怪的 比較兇一點的 流行歌cover的話 就是 POP POP 流行變成金屬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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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做youtube他有分兩個 一個是版權聲明 一個是版權警告 那像我們比如說像Ryan的影片 他要彈那個叫我彈那麼爽對不對 我們就會收到版權聲明 代表這一部影片裡使用了含有版權的音樂 然後那這一首歌的影片的 比如說所產生的所有的利潤 會被分給原作者 對會被分給然後比例要看就是 大家跟youtube怎麼彈的 所以我覺得Ryan他就是John Mayer的賺錢工具 對 但是至少這個是不會出問題 就是你的影片還是照常上架 但是版權警告你的影片會被下架 而且只要再收到一次版權警告 我記得總共三次 所以你第一次的話就等於說你只剩兩次了 然後你的頻道就會被ban掉 永久ban掉 對 Ego我以為就是應該會有別的更更機車的團會這樣 沒有Ego日本都沒那麼狠 日本頂多就是說這一部影片不能在日本上架 就是國就你會有些國家有被限制住這個樣子 Ego是你只要cover他們的東西 他被抓到他直接給你警告 對影片下架然後你就直接醜一 然後三次你就你的頻道就掰了 這東西有幫我洗掰的嗎 沒有辦法 應該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對而且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是也是很有名的Bass手 算是被David武林斯帶起來那個Charles Bear 2 就是那種技巧也超爆幹強的 而且他說那個是怎樣 他說他是完全背景重新製作 而且他是用Freatless Bass 跟Ebo去做的版本 就基本上他的樂器聲響跟原著是完全不一樣 他全部展可是重製的 對 而且你看Freatless Bass跟Ebo聽起來應該跟原作會完全不像吧 就他聲音會比較像小提琴 嗯 他不會有那種Bass彈的咚咚咚咚咚那種感覺 對這樣子也被直接跑 其實這版權警告這個東西在古典樂那邊很明顯 因為我聽過有些老師他們講說 就他可能今天去談貝多芬月光 然後哪一個樂章 所以那麼多年了還有版權嗎 沒有重點是他談完以後 然後版權警告會跟他過來說 你這個是哪家唱片公司的版本 然後就變成說他去申訴然後唱片公司也不鳥他 就變成說他其實根本就明明就不是 就是他自己演繹的版本 因為古典樂 對古典樂就是一直在談 古典樂就是一個版權已經消失了的東西了 對 像那種聖誕快樂歌聖日快樂歌這種東西 這就跟人家一天到晚做三個遊戲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羅冠中沒辦法打起來收版 對 可是就是唱片公司因為他們手下很多版本 像可能福茂 福茂有很多個版本的這個東西 然後他自動判定會判定說你的版本是哪個版本 然後就接下來他們 然後你可能就要去跟唱片公司講 而不是跟Youtube講 可是通常也沒有什麼下文 我聽到的故事是這個樣子 對 可是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說現在cover的確還是能夠幫助大家去聽到一些 老歌的重新演繹 是所以很多人就是包括Rick Beato也有 也有跟那個 跟那個Eagles那個叫什麼 喊聲 有沒有 他這樣 對啊就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對不對 你開放大家不好嗎 這樣子讓更多人知道The Eagles音樂不好 對不對 因為The Eagles也是老團 可能很多現代年輕人沒有聽過Eagles的歌 可是至少我們現在沒有人沒談過Hotel California 我也沒有 好吧 你彈音樂的背景跟我們不一樣 再重申一次 我常常想到有一個 你說Youtuber的cover的話 我想到有一個人很屌 那個博勝 博勝 他都cover成台語的我覺得超強 因為台語寫詞其實很難 台語的聲調更多 就是比一般我們講的所謂的中文來說 更多聲調 就廣東話也很多聲調 所以這兩個要寫詞其實不好寫 可是博勝我上次看他 我對他第一次有印象是 這叫博勝嗎 沒有記錯 我對他第一次有印象是他cover的那個Yui的Again 翻唱成台語版 對對對 他不是 綜藝那段比Rap還快 然後他就是也是全部台語 哇幹超強欸 他是鬼吧 他把日文歌翻譯成 台語 然後這樣唱 他那個詞翻的很好 就不是亂白的 我不知道是他翻的還是請跟人家合作翻 不像是之前這群人是直接把英文歌直接用中文歌 那是搞笑的 對他那個翻的很漂亮 這個我要幫忙宣傳一下 博勝常常合作的對象就是我的前團員 你說李老師喔 對 李老師 因為他就他跟KOBA那個一級玩家 對很多都是博勝V一級玩家這樣 他很強欸 對那個《並運火之歌台語版》好像是博勝 是嗎 《並運火之歌台語版》 那個那個篇搞笑 死人都是死人 嚇我一跳 對對對 所以那個篇搞笑的 對那個 太好 其實我怕是這個 對對對 反正就是死人 每天死人整天死人 這叫死人 那叫死人 當然會覺得說 假如說我們今天可能一個樂團 我們可能 我們寫了歌 拍了MV 放到我們頻道上面 跟我們拍一個COVER的影片 結果COVER影片流量會比 通常是比較高對不對 應該吧 應該吧 因為那個有的時候是梗啊 對 你們會覺得說這個是一個幫助 達摩上全部都是COVER COVER印度文 而且 泛文 泛文COVER團 真的 欸 佛經是有聲調的 我地獄人 但我最近很常唸嘛 所以 對 全部都是泛文 達摩次 你要不要嗆一下你們 除了 他們最辛苦的是哪一首 應該是那個大悲咒吧 是心經嗎 心經也對啊 應該可能是心經 因為心經是中文 對 大悲咒難是因為 因為其實你知道有一些經文它很短 所以就是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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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可是大悲咒它是84句不重複的 很長 跟圓咒率差不多 你下次要叫他 你就建議達摩下一首創作 然後我用那個地獄經 我自己默唸 這樣唸完一遍 要三個小時 蛤 沒有你知道我們 那個打開就 哇塞 而且兩面 那個是很大的經 哇塞 沒有我們有一首很大的經 你們是擷取是不是 那個啊 嫩言奏啊 因為我從小要陪阿嬤跑法會 所以大概都知道 這是大的還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有的首歌是嫩言奏 新 就真的只有 擷取 對 不然整個嫩言奏好像是 他說 他說你唱 十張專輯就唱不完 所以熊翔你現在還有團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你會想用去cover歌來 來刷一波流量之類這種經營方式嗎 宣傳講約我閉著眼 那個我就覺得真的是 因為那時候剛好換團名嘛對不對 綿花3 對 我 而且那時候還有錢可以找一堆辣妹一起來 一起來拍MV 其實那個時候以樂團拍MV這件事很少見 因為那時候YouTube剛起來 那時候還沒有拍影片的習慣 可是那個版本我覺得蠻好經營 可是那個版本我覺得蠻好經營 可是那個版本我覺得唱不錯 我是自己有拍過cover啦 可是 我還沒有用樂團的名義發 因為樂團名義發cover 就要樂團一起cover才知道 所以你沒有這麼想過嗎 我之前做cover也是做我開心的啊 就也沒有看過 我們分開cover過Billy Eilish 那次我真的快16 我沒有把他寫成數學 哪開不呼吸哪開 就我翻唱Billy Eilish 就哇我人生成就解除耶 就Billy Eilish其實我很喜歡的歌手啊 可是就他能cover的歌不多耶 我沒有很喜歡 有一段時間有一個狀況 流行歌副歌都不唱 都是走就有一個旋律 啊 就像什麼什麼KD Perry啊 那個什麼Black Horse 他副歌就只是音樂 就他反而有一段時間流行歌這樣 然後Billy Eilish就那旋律很弱 那個bad guy是不是 那個也是 因為他那副歌是 好像的確他副 你要說那是副歌的話 對就cover起來還是很難 對 如果說講到我覺得 有一首歌我覺得不得不提啊 就是可能 很多人也會以為那是原唱 但其實不是 Hurt Johnny Cash 對 那首歌是九春丁 對 九春丁自己在訪他的時候說 這首歌已經不是我的了 Hover的很紅的還有那個吧 Knock in the Heaven's Door 那個Johnson Roses翻唱 Bob Dylan 艾維爾也翻唱過 艾維爾也唱過Besky Case 可是我覺得因為 Johnny Cash的Hurt 是真的蠻 他蠻服了他那個年紀 Johnny Cash有很唱出那個味道 然後到很多人 因為老實說9inch Nails也不是一個 很主流派的音樂人 對 因為他是偏人們的 工業工業那種 中師級的 對 所以Johnny Cash會更 多受眾 我在想到 他的年紀也剛好對 其實有一個人我想到 他是一個 PARODY藝人 他叫Weird Al 然後他也是專門做各種 PARODY歌曲 嗯 所以像是 致敬啊 或是應該說翻碗 翻碗 對 所以像Beat It他有做過 嗯 然後那個Bad他有做過 可是他的 他的搞笑就是 你看Bad不是什麼 I'm bad I'm bad I'm really really bad 有沒有他是 然後他就是他的MV 就是要穿那種肥胖裝 I'm fat I'm fat I'm really really fat 哈哈哈 我這個東西跟COVER有點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 那個算PARODY 不是不是不是 我想別的 我只想到Steve T 喔 Steve T不是 什麼 Steve T他有一次就在講解 什麼叫Gent 他在模仿那種如鞭弦台節目 所謂Gent 他pronounce Gent D-Gent 然後後面 他示範 Gent 變一首歌 那集我有看到 那個還那個是 Gent 紅沒多久 那時候Gent 剛開始就是變成一個 有名字出來了 因為PARODY最早出來第一張的時候 還沒有Gent這個字 不過Steve T他也 常做COVER這件事 他什麼 他不太算COVER 他那個叫做How to be a Power Man 如果你還沒看過那部影片 一定要看 我覺得那是他的經典作品 你要說這個 就想到我上次給你們看 我們就講到 how to get signed to 那個什麼 哪一家唱片公司啊 Nuclear Blast 不是那個 好像Rise Records 對 反正他裡面的團都大概長那個樣子嘛 就他等於說幫你做一個懶人包 就是說這個唱片公司底下的團 他們音樂的結構聽起來都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你只要這樣做出來 接下來是一個breakdown 對 他就 It starts out with a clean chorus 他還要加像那個Auto-tune的那種Effect 然後就是 Oh my god another breakdown 我現在一開始要一個breakdown 然後一個清腔然後要Auto-tune 然後再來一個breakdown 然後接下來是進入 又一個breakdown 幹那個超好笑 對 可是我覺得說 像我們其實通常去cover的歌 通常都是一些更有特色一點 就是說像假如說我們今天說 我們很喜歡Kone我們去coverKone的歌 可是Kone的時候在跟我們平常講New Metal 他的風格應該是完全不一樣 像Limp Bizkit可以突出於其他的New Metal團 因為他們的歌其實聽起來感覺 跟那種標準的New Metal團 應該說那個年代 New Metal就是你不能被定義的就是New Metal 就很像另類搖滾 Alternative Rock 有沒有你不能被定義的搖滾 你就被丟到另類搖滾 所以這個New Metal團跟另外一個New Metal團 可以蠻不一樣的 因為像我自己現在我都有一個覺得說 是不是玩樂團呢 我是不是該做個cover 就是好像就是可以新一點 你要做就做自己做 因為如果你自己做的cover丟到樂團裡面 不會覺得很奇怪 嗯 對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是在跟樂團講 要不要來cover 還是我自己做cover 這個事情 可是我想我自己做cover 因為現在 你知道就現在的網路影片 cover的製作預算已經越拉越高 以前就什麼自己彈一下琴就好了 然後現在變成說 找人一起來 然後還要拍個MV 我說為什麼cover哥要拍MV啊 我之前 你知道我後來就是不大自己拍cover 因為是這樣 幹我要編鼓 我要編bass 我要編吉他 他們還要編合成器跟弦樂 然後他們還要自己唱 然後再編合聲 對 然後錄 錄完了還要修 錄完還要editing editing還要咪 咪完還要想辦法做mastery 這些都結束 幹還要拍畫面 因為我覺得 很多現在那種東西是可能說大團 然後他們發專輯 然後他就把那些 那些就放在什麼bonus track 對啊 對不對 就他不太會是 為了發這個而發 不要不要再做這種事情 你們剛剛 我剛剛故意唱那個 我說那個Children Bolton 他cover那個Britney Spears的那個 Oops I did it again 他也是 Oops I did it again 對啊 那個也都是像是bonus那樣子嘛 嗯 你剛剛講的 你這個bonus track 這名詞 我覺得現在串流時代幾乎贏 聽不到這個名詞 突然好像想放血肉的那個 哈哈哈哈 R-E-A R-E-A R 因為以前很多這種東西都是實體專輯 你可能什麼版本就是有 有特別的 對 對 像那個你SleepNut的專輯 德國版 日本版 然後台灣就是早期帶德國版 後來帶日本版 後面都不同的bonus track 你光是美國就有兩個版本 對對對 你一般Jewel Case就是那個塑膠 塑膠的CD盒 嗯 Jewel Case版跟DigiPack版 有沒有 那DigiPack版就是會多幾首歌啊 對對對對對 結果那個時候其實這有點像是 希望你再買一張的 是 所以我真的都買了 哈哈哈哈 太狠了吧 我覺得在最後啦 大家現在有沒有什麼想cover的歌 現在是沒有太累了 不過我覺得一個事情是說 大家喜歡cover是多接近原著 就原版 就是假如說因為有些歌我們聽cover 他就是翻唱一次 可是你會聽到一些很有很有趣的翻唱版本 或者耳目一新 這首歌有這樣的演藝方式 對啊像我剛剛說Limp Bizkit cover take a look around 呃算是吧 他那個像sample吧 官方的 嗯官方的 對啊因為 正式 對對對對對 對那那個我就覺得就很棒 因為他就是原本就只是一個旋律 他把它變成一首 嗯 他把它完整呢 對啊 把它變成一個nu metal的歌 對 可是你看像 Another Corn Another Break in the Wall 然後那個 跟原作還是很接近 他只是變兇的 嗯 嗯 音色變兇了 可是基本上他所有的東西都跟原作是很接近的 嗯 那兇呢 你自己對cover 你你比較相對喜歡哪一種呈現方式 聽得出原曲又不大一樣吧 嗯 就加入自己的風味 對啊 但我覺得那個 如果以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那個很燒腦 我後來都不大做 因為 你真的要思考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是那種金屬化 的確通常可能cover都是流行樂 我是沒有改成金屬啦 沒有說啊 因為我們聽的團很多都是說 可能把流行樂 嗯 然後把它變成金屬化 對 我是 反正就改成我喜歡的樣子了 比如說你說喜歡的樣子 現在你做出來都會變日系嗎 我還好吧 我最近cover的 之前是啊 可是我覺得你現在 已經整個已經完全變日本人的顏色了 還好啦 你看膚色都變黃種人了 我本來就說 你在光他小 白人是他好不好 比白人還白的角 他真的怎麼調 都過曝耶 他真的很容易過曝你不覺得嗎 拍的時候一定要先撿光 大家看他有沒有很白 沒有他現在是離我所有燈光最遠 我們故意讓他做離燈最遠 你看熊現在這個亮度 我這個亮是因為這邊有顆燈 光就在他旁邊 然後那邊有個燈 然後他醬是已經縮在後面 他亮度跟熊是一樣的 他很誇張耶 你被泡泡 用一秒 我在Spotify上面有列一張cover的歌單 然後其實有一首我已經開始做的 可是這個大家可能比較想不到是Massive Attack 他們算是有一點Trip Hop 對他們在他們有來過台灣 Massive Attack應該很多歌是沒有沒有主唱 因為畢竟說他是電子音樂 可是就是那首歌他有 對可是那首歌應該也是唱的部分很少 對 然後那個因為有一個冰島的女歌手叫Aurora 我以為人家說Bioque 不是Bioque Aurora他有一次在一個廣播節目上面有翻唱這首歌 然後後來人家把他做成10小時的版本 他其實整個只唱了兩分鐘 他說因為那個版本真的太空靈太好聽了 這整個10小時的版本我有聽Young Cat沒有 我有聽過1小時版本的感冒用 我有朋友他以前是那種會買 各個版像櫻花大戰的基地國華集團 他就是買很多CD 因為每個CNEO都會有自己的版本 然後把他再燒成 好老 好吧大家有沒有什麼最喜歡的cover 等下等下又讓D迷先生進來宣傳 我們讓D迷先生進來宣傳一下 好我們歡迎D迷先生 我們剛剛消費完你所以要讓你宣傳一下 接下來在馬片場 我今天很拉他耶好沒關係 我幫你打馬好不好 你要把他拉掉黑蛇在這裡吃 好大家好我是夢遊旅人的主唱 剪片軍 對對對 你是不是月索朝軍號這樣 就倒過來這樣 好那我要來宣傳一下就是 夢遊旅人的科賽特發片巡迴 就是北中南巡迴在9月即將展開這樣 然後會先從高雄台中然後一路到台北這樣 那時間上是9月3號在高雄的百樂門 然後9月10號在台中的左邊 其實是迴響二館 那他其實在迴響右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看你從哪一個方向看 對你要從 對對對 從肉板的角度還觀眾的角度 對 可能一件事情就有兩面 然後在台北的話9月16 在公館的pipe 對對對 然後三場都有一些 就是前輩嘉賓這樣 對啊 那我們要在哪裡可以看到你們的資訊呢 可以追蹤我們的IG FBE 那其實Youtube跟街生我們都有發 只是就可能只有兩個讚之類的 嗯 所以所以有發的也沒發這樣 哈哈哈哈 好不是這這 整個事情多兩面 對 你先生就有低迷 哈哈哈哈 可以來現場看 注視你注視你 注視你好不好 我想說可以來現場看到 到底像不像 反正你會發給你的電話多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會覺得破名其妙 雙版賽雙起來被消費 夢遊旅人 對 他好了 他回去剪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心目中最喜歡的cover歌曲是哪一首呢 還是你根本不知道這首歌是cover的呢 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吧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他都不知道那是cover的 他怎麼留言 哈哈哈哈 沒有例如說我們今天有提到的 像是Winnie Houston o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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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妮休斯頓是cover的 是cover的 知道真相的瞬間 好記得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